商店裡面居然有在賣帕姆尼耶 你們看你們看 他這個只要99RB就可以把他帶回家 不要擔心 我現在就把你救出馬戲團 這不是你夢寐以求的出口嗎 我們直接把他從馬戲團帶到另外一個世界 耶~~ 買到囉 那我要怎麼把他裝上去 我要先去第一個世界把他裝上來嘛 裝備新夥伴神奇數字團帕姆尼 有了 我終於把他救出台這個馬戲團了耶 這就是你夢寐以求的出口唷 跟大家打聲招呼吧 你為什麼要做個戰姿啊 那你不是現在不在做夢 也不是什麼數字錯亂啊 這就是你夢寐以求的出口喔 雖然你只是從另外一個世界 跑到ROBLUS世界啦 哇~~ 我們現在把他拿去打第三關吧 我們上次不是有玩過巨劍戰士嗎 他這一次居然也出現了這隻帕姆尼的角色耶 以後不會出現什麼凱恩啊 或賈克斯之類的 而且我還沒有看過這隻帕姆尼的新能力呢 他只有一等級 我帶他去打他會不會掛掉啊 你準備好了嗎 只會小夥伴 雖然你可能只是困在另外一個夢境裡面而已啦 欸他可以把獸人變成哥林克耶 而且把他聚在一起 你是黑洞引力的技能持有者嗎 為什麼你在哭啊 快幫我打啊 所以他的技能是把那個怪物拉到中間 然後就可以把他吸引過來是嗎 然後再把怪物變成哥林克 哇好像蠻猛的耶 使用X技能 這就是我的十字斬啦 有沒有招數很強喔 如果配合上他的這個群體攻擊技能的話 應該是蠻強的啦 但你可以不要吸這麼遠 這樣我打不到啊 哇我血量快不夠了 看來我們只帶一隻夥伴數不太夠 我們這個雖然拉怪很強啊 但你也可以幫我補血一下 哇 加油啊帕姆尼運 你要是沒辦法通關這個ROBOT的話 你要怎麼找到出口啊 哇 打到第四怪物就沒血了耶 我是不是把背上這個裝飾給他換掉 換成我需要的 哇 十字斬 啊 你跌倒了 到最後還是輸掉了 喂帕姆尼運 你應該要更強力一點才對啊 還是因為他現在只有一等而已 完全沒把他練上來 所以他才弱成這樣子 好啦 我要把我這個智力卷軸先把他解除裝備了 我可能會需要帶這個治療氣球吧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什麼治療手段齁 欸 裝上第二隻英雄的話要花800RB耶 但不裝又不行 不然第三關我們應該是沒辦法打過去的 我必須要剋這個金 哇 他居然比這個帕姆尼還要貴十倍啊 嗨 你還在帶著監控人還有木棍要幹嘛 你這樣子連第一關都打不過喔 好了 我們現在再把這個補師叫回來吧 他這個也可以幫我們補血 然後還有這個治療氣球 好像變成一個蠻強的陣容囉 我們就要變成一個新的馬戲團了 來領一下這個十分鐘獎勵啊 呃這個不需要這個是代碼的 來領取領取 我還需要十分鐘的經驗獎勵 順便把血點到一萬 就可以不怕被他們打死了 準備萬全 黑勒馬戲團出發 使用我們的技能衝鋒 哇 十字戰 喔有了啦 這樣子我衝進敵人堆裡面就不會掛了嘛 哇 好讚喔 但是你那個 吸怪的速度可以稍微慢一點啊 我的角成沒有這麼快啊 不然我一開始就要馬上往前衝鋒了 嘿 往前衝 在他吸怪的時候順便直接打人家了 而且這個哥林克 原本不是長這樣子的啊 對啊 他應該是獸人營地欸 要是我裝上帕姆尼這個角色的話 他突然就把所有的怪物都變成哥林克了 見到什麼就偷什麼 你不要把我的帕姆尼偷走捏 你也不要把我手上這個寶劍還有裝備都偷掉喔 但他現在為什麼只有出一個四波集的 完全沒有看過 炸炸炸炸炸 把你們全部絞殺 好了好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輕鬆通關到第五關了耶 105跟106 總共有150關 好像有點糟糕捏 全部聚在一起我也比較好打嘛 就是我們的巨怪小防守啦 可以讓我們速刷關卡 但我們今天的主要目的是通關這個第三世界 所以我覺得可能會有一些難度喔 炸炸 自命衝鋒 順便來點一下我的技能好了 我技能都沒有升級耶 幫我頂一下 不要看著我被打啊 你的主人真在被打啊 升級升級 跨地球分裂者 在地板上拿出一條紅色的劍 你全部吸在一起的話我覺得我打不過啊 我們先放技能吧 我如果那個裝備有吸血技能的話應該會更好喔 好了 終於清乾淨了 這個畫面怎麼看起來這麼可憐 帕姆尼是被哥林克霸凌嗎 他在中間大哭特哭耶 不過他可以幫我吸引怪物是真的蠻厲害的啦 但居然是拿來引怪的工具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這樣對帕姆尼來說不是算是一個心靈創傷嗎 你看 他一看就把所有那個不管大小的怪物啊 全都吸到中間來喔 所以我可以慢慢的把怪物引過來 可以先把小隻的處理掉 說起來你們神奇數字馬戲團 第二個喜歡的角色是誰啊 我應該會是那個泡泡喔 就是凱恩旁邊那一隻 他喜歡講話搶別人語句嘛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雖然最後被人家戳破了啦 他還去舔那個帕姆尼的嘔吐物耶 這個我不喜歡 但說不定有特殊癖好的人喜歡那個黑色的東西 再來應該就凱恩或者是賈克斯 但賈克斯給人感覺好壞喔 他是那種屬於心機難的部分的呢 如果他之後的 極速角色人設實在是太 太壞人的話 我應該就不會那麼喜歡他了啦 好了好了 現在已經通關到第115關了喔 感謝帕姆尼的 幫助戰鬥啦 其實他就是變在霸凌嘛 就是幫我們贏怪而已啊 超級好笑的耶 好了 把小隻的這個格林克解決掉囉 這麼多咒打得贏嗎 我的血量有點告急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拼上全力把這些格林克全都打敗 你們的女王也沒有來阿 你們的Boss也不在這裡 怎麼可能會打過我咧 趕快去吸怪 趕快去吸怪 耶 這樣子我就可以再後方慢慢回血囉 正常來說啊第一波這種小怪就一定要第一個優先清理的啊 你進遊戲訂那個新的關卡之後啊 他就已經直接朝你衝過來了喔 所以你想跑也跑不掉 只不過我們現在有帕姆尼之後他可以帕姆尼到中間啦 我們就可以在後方慢慢休息啦 直接狗到最後 我應該在這個節骨眼按下重生按鈕嗎 他會清空你所有的等級耶 但如果你不重生的話你的等級就會卡在這裡 你就不會變得更強 剛剛的那個1萬滴血現在變成3000滴血 我先想盡辦法先引一隻過來就好了啦 我看我有辦法單挑贏過一隻喔 哇這就是生死決鬥啊 在這個挑戰關卡中間我居然可以還給他重生 也太小看他了了吧 一瞬間升了170等你沒有看錯 從1等裡面升到171等 來全部都點上血量 我們現在缺的是血量齁 我們這個補血是補%數的啊 那傷害就算了啦 傷害我們就這裡慢慢補吧 耶 非常感謝帕姆你的工作 你們從馬戲團的那個歡樂時光 現在變來我們這個ROBOTS遊戲裡了 要好好感謝我哈 這不是一瘋妹裡球的出口啊 只有我只是把你帶到另外一個世界而已 好了 現在我們那個等級越來越高 就可以把他全部都點血量齁 有囉有囉 好像打得越來越順喔 可以一次清掉這麼多隻怪物 應該也可以打到第150關了啦 我覺得啦 再來全部點血量 我是應該留一點去點那個傷害咧 要是我不點傷害不會掛掉 喔唷喔唷 這有點危險囉 我有點那個 跳得太斜面了 不過把小屍解決掉之後就比較好了啦 有了有囉 一直不斷的升級 現在206的 再把這隻大隻的幹掉就好了 每隻都打到殘血耶 超難打的 好了好了 給我回血給我回血 拿去給我吸引怪物 撐這個時候幫我拉一下空檔 撐個10秒就好 全部點一下 還是點攻擊好了 攻擊也是要稍微升一點啦 不然的話我們多回一下劍 就要多扛一下傷害 哇 結果還是不小心被這些怪物打死了 這哥林克真的蠻強的耶 我剛剛沒有算好血量 結果被人家秒殺掉啦 太失策太失策了 那不然我把手上這個黃金劍 換成這個世界的劍看看 這熔岩劍抽一次要 500萬喔 真假 抽一次這麼貴 喔是1200萬啊 抽到三個古代劍 我都不是很喜歡 哇 抽到傳說等級的武器了 先暫停先暫停 先不要繼續抽了 剩下的不重要 剩下的不重要 你知道為什麼我鑽石這麼多嗎 他中間現在有在開一個禮物的活動獎勵 我直接去給大家看啦 他這邊直接就是有一個箱子 有其他玩家懂內的話 他就可以讓其他玩家這邊打這個禮物盒 然後就可以賺到一堆鑽石 在這邊刷的 我現在已經刷到974b了 所以現在最低等級的這個世界啊 我都可以把武器升到最高的 裝備囉 傳說等級的錘子 哇 現在我們再也不可能打輸那些該死的傢伙了 這些哥林克 啊 在這個馬戲團世界我們不能夠講這張話喔 終於刷到第148關囉 感謝帕姆尼的犧牲 那一頭圍起來的就是帕姆尼在中間的意思啊 使用戰爭之鎚 這把那個鎚子的名稱超級中二的你們知道嗎 我先把這一波清掉再給你們看 他居然叫做惡魔戰爭之鎚欸 就是這一個英文翻譯過來的話 Demon 837 比這把黃金劍還要高上快要兩倍的攻擊力喔 但我要等一下CD啊 帕姆尼你再加油一下 那一堆哥林克在欺負他欸 感覺有點可憐 我現在就來把這個方形還有圓形的哥林克先清掉吧 但為什麼他的名字會讓我想到哥布林啊 他的名字跟那個雜魚真的蠻像的齁 喜歡偷人家的東西什麼都偷 他好像還把另外一個是誰啊 是什麼波 我忘記那個名字叫什麼了欸 他好像把他拆解完之後給他偷走 連人的部位都可以偷嗎 這有點危險這有點危險喔 我的血量開始告急了 這個我打不打 打不贏嗎 真的假的 我都已經 撐到這麼後面 怎麼可以輸在148關 差點死在巨型哥林克身上 你看 下一波要是沒有帕姆尼幫我們擋著的話 那個小怪就直接把我秒掉了啦 超危險的捏 每一秒加161滴血 然後再來是每兩秒加300多嘛 對322 都會到16000滴血都還打這麼辛苦 那我要再給他升攻擊還是升 升血量 升血量好了 反正他升血量之後他就會用趴出來幫我回血啊 所以還蠻賺的喔 怎麼辦 我要繼續打下去嗎 剩下最後兩關了捏 我先把這個小隻的引過來 然後戰爭之鎚 先把你的有聲戰力消滅掉 不要引到太夠怪喔 一次引太多我會死得很慘 這隻獸人之王有一點麻煩耶 動物已經打到第150波了 結果你居然跟著這隻哥林克站在一起 我很不好引這隻小怪呢 來 靠近我靠近我 慢慢來慢慢來 要是一次引到兩隻的話我一定會掛掉 唉唷流浪 這隻長得像學西班牙的鸚鵡啊 不是學西班牙鵡 學西班牙的那個貓頭鷹啊 就決定是你了 給他海北一頓 先把他的那個左右的魚都拔掉 哇 捶捶捶 現在在笑我跟你啦 還有帕姆尼 中間的不要一直哭啦 我現在就來救你了 衝啊 一絕勝負吧 獸人之王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打得贏喔 要是單挑打不贏的話 那就打不贏吧 哇 他的傷害真的有夠高的耶 這隻有點可怕喔 我用打帶跑的方式 就這樣子 拉一下距離 我看有沒有辦法用技能磨死他 他的血量好像真的比我高耶 糟糕糟糕 你看我已經過半血了 他還沒有被打到半血 沒事沒事 我們還有最終殺招 重設等級 全部補滿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想到吧 獸人之王 你竟然會死在這一招上面啊 實力不行的話 我就用這一個鑽石來打敗你啊 我沒有課金喔 我再重生一次我沒有課金 這是這個遊戲的機制啊 哇 這獸人之王要死掉囉 哈姆尼不要哭 現在我就來拯救你了 耶 世界山終於完成啦 要不要教你們最後一招我是怎麼贏的啊 就是我們在這個 最後的關頭啊 我們只要 重設所有等級 你看 我的血量直接變成4000 從166變成4000 然後再來使用點數1000點 全部加到血量 他就會瞬間補滿19000滴的血 我就是這樣打贏獸人之王的啦 好啦哈囉 我現在回來交任務囉 是要我用的方式是用那個 鑽石去堆贏的啦 他還送我一個裝飾品耶 櫃檯護甲 做出反擊造成30%的傷害 不需要耶 我覺得這個獸氣球加生命石都比較好啊 他可以幫我補血耶 好啦辛苦啦 你們兩位這個冒險者都辛苦了 其中另外還是99RB的夥伴耶 帕姆尼 那我們今天實況就先唱片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點左下跟左下 只要是喜歡 請繼續跟蹤我的影片動態 那我們就下一次的ROBOTS遊戲再見囉 掰補